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位智慧是体 是投影员 像的话其实是针对不同的基 它显现出不同的像 它其实是地位呈现 是个像 是个显化 所以他在讲空不一色 色不一空的时候 其实讲的是一体 就投影员和影像 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一的 它不是二 但是为什么他要反复去讲呢 这里面佛教里面 在这个表述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中道圆融的智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常我们身体生病 要给药方的 开药方以后要吃药 其实药的作用 只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 健康是个中道 对 你只要偏 有执着了 对 好了他给你一个药兑回来 对 药的作用只对这个病有用 是的 你如果没病的话药没用 对 所以实际上他在想 色不一空的时候 他在讲我们一般人 对这个色的执着太多的时候 用空来平衡它 但是人会执着于空啊 就人会过多的去体会 那个高位源头的部分 他的用的部分会弱 所以他叫空 不一色又回来了 其实他是在这个源头和像的部分 两个来回要去平衡 最后的话 源容为一体的时候就完了 实际上他的中道 源容的智慧 那么这个 当时我从这个角度去体会他的时候 我一慢慢就明白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哪里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 我们说的是我执着 对 而这种执着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能量的局部积聚 对 能量局部积聚会带来痛苦 对 比如说啊 我说你看现在人 我们说他有欲望 欲望这件事情坏嘛 对吧 欲望他不坏 因为他是个客观存在 对 凡是人都有欲望 对 但是欲望过度 就完了 对 因为比如说人对追求财富也好 社会地位也好 过度的追求 就他会让自己的失衡了 因为他付出太多代价 他可能身体没有 健康没有了 可能家庭关系也破坏了 最后他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但是这样一个结果能给他带来幸福吗 不可能的 是的 因为他执着了 是的 所以我们执着的东西通常是伤害我们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过度关注他 是的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需要有 有也很好 没有的话 我们的幸福不完全靠他 嗯 所以他生活就稍微自在一点了 对 所以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平衡的智慧 对 那么我们在色受想行实力 这无韵的话也是平衡的智慧 是的 物质财富不能太多 对 多的话要散出去 对 太多了以后色运积蓄太多 人的精神提升会受到压抑 是的 所以为什么他就修道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他想他想把内在的丰富性给他开显出来 对 所以这也其实是一个平衡 对 那反过来讲看一个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 您刚才讲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人的抑郁啊 人的私欲也好 膨胀 现在这个时代也有点这个特点 是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 呃 就像从从大的系统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 是个中摆一样 对 他在摆 对 说明我们在这之前 物质是极加贫乏的 对 就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话 他的快乐太少 嗯 所以他才会过度追求快乐 嗯 再把他的幸福寄托在物质上面 对 好了一旦我们体会到物质的快乐 同时也感受到物质的痛苦的时候 嗯 他开始看到精神也需要 嗯 开始回来了 对 所以其实这是在这个人的追求 就是在这样一个钟摆 不断去摆的过程中 嗯 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可能有一批智者和觉者 对 他们比较长远的看到了这样一个 钟摆来回摆的过程 对 他守了一个中道 对 然后呢 用他的中道的方式 对 来慢慢去平衡一下 对 过度追求啊 精神的对 物质生活其实可以丰富一点 过度追求物质的 其实精神的生活可以丰富一点 最后回到原中中道上就来 就好了 对 所以变成这样一种规律了 对 对 这个我觉得 师傅刚才讲的这个 是非常慈悲的 对于一个现代这个 和在历史传承走到今天人类的一种平均的一种能量状态 对 就认知状态 对 那在这个认知状态里面呢 就是说 呃 每一个个体的认知呢 它是有一定差异 对 但是每一个人他看到这个时空的能量属性的时候呢 是 这个时空能量属性取决于他自己内在的能量属性 嗯 因为他自己内在的能量属性是什么分布 嗯 他投影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外在能量属性 嗯 那么 如果一个人的内在能量属性 他很觉 很清晰的 嗯 知道 嗯 内在能量属性的圆满 对 会让他自然呈现出外在能量属性的圆满 是 这时候他会把他的整个生命 关注在内在生命圆满这个方向上去 是 这个呢 就是诚意 对 啊 就他在了解了格物知道能量结构了 是 啊 他又这个智慈 他知道这个能量结构 他的信息关联了 嗯 啊 这个时候他等于是一个对这个能量结构通透了以后 嗯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 哦 我的生命是要跟内在的圆满 嗯 去高度关联的 嗯 这是我生命方向 这是他才有了诚意 对 他会把生命的所有的这个存在 啊 都跟他相关联系 对 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诀 相当于一个觉者 但是这个觉者呢 他还没有达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 嗯 啊 就是正心 嗯 正心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他在他所有的生命当下 嗯 他都能保持这种生命的这个方向的不变 嗯 那这个生命方向不变是靠什么来指向的呢 嗯 是大愿 嗯 是真正彻底的圆满 作为他重极目标说 他是有回正心 是 是吧 就他不会偏 就哪怕一偏他马上有觉察 嗯 就会还回来 嗯 所以 我认为这个大学把这个能量结果说的特别清楚 是 那就说在 其实我们去关注谁 到什么程度 谁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呢 只说明一个问题 嗯 啊 就你看到众生 他愚痴在这个 摆动之中的时候 嗯 其实只能说明我们的认知里面有一部分东西是在摆动的 对 是吧 这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摆动的认知把它聚合过来 聚合过来 就可以了 嗯 当我们聚合过来 我们投影出来这个外在的众生 他就是一个相聚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佛法里面呢 他这个讲到的特别重要的 嗯 究竟智慧 嗯 是自使贯通没变的 嗯 嗯 就是这些觉者们 他们他们的意识里面的概念非常简单 嗯 就他是在格物置之成一正心的这个过程之中 他随时保持他的生命状态在这个格局上 嗯 那他在这个格局上 他自然就会通过自己调伏自己的心性 嗯 而投影出这个时空里面能量的走向这么一个状态 对 当他自己圆满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一定是圆满的 是 所以这个这个刚才师傅讲到的这个 这个关于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 当然了 这里面牵准一个就是 对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来讲 就是觉醒人来讲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悲至双运 对 对 就他有慈悲心 他知道 他要对这个众生担当 对不对 所谓众生担当 其实是对自己担当 是吧 对自己整个这个觉醒的担当 然后呢 他这对他担当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嗯 他产生的一个慈悲心呢 是 他需要智慧 对 你知道吧 就说众生的能量属性的偏差是很大的 对 是吧 你说他在这个情况 他只会英文 你跟他拼命讲中文 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就说真正要驾驭这个时空能量 驾驭自己圆满时空能量的话 就是能够应时应运的 针对自己众生属性 去调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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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